6月26日上午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 本届博览会共有50个参展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参展企业和机构达1900余家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的福定 在共建一带一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今年前五个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1856.4亿元 同比增长了52.1% 增书位置全国第二位 要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加速成型 我们来在一个古代交易路上 融合区来往欧洲与亚洲相关来到2000年 沦洪鲁有一个古代的历史 的交易与南与西北与亚洲与西南与亚洲与亚洲与亚洲 仍然是中国与欧洲与欧洲的交易 一样的指示是 沙鲁鲁鲁岛区场 从一年千万人的车 把费物移到欧洲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建 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积极评价 这是我们的资源是一个好机会 来展示世界 TVEA,你知不知道这个公司 他们有任何方式的电视剧 为我们能够用电视剧 建议成绩使用 这些很需要的货币 需要更多的融合能量 你要运作了互动 训练互 他们给互动我们的交流通人交通通过 所以现在我们回到今天 我看到了孤立新的有维练 这是有恋的改变 发动技能发展 从甚至最简单的安装 you've got lot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y certainly seem to be going very successfully in a technological sense as well Some of the speakers referred today about the solar industry and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It seems like you're going very well at that I think it's very open, to be open, to receiv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r different regions 去听他们 去学习 我喜欢这个节目的名字 就是《铃铛路》 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的过程 但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到未来 我觉得我们有很好的挨拶 如何联系西欧与亚洲与亚洲 我认为我们能够设置好的互动 互动、服务、知识和技术 未来5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 将在这里共谋合作发展 新疆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西大门 也将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